尼西米记 第五章 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大大呼嚎 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 有的说 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 必须得粮食吃 才能活下去 有的说 我们点压了田地 葡萄园 房屋 才得粮食冲击 有的说 我们借了钱付田地和葡萄园的税给王 现在 我们的身体 与我们弟兄的身体是一样的 我们的儿女 与他们的儿女没有差别 看哪 我们却要迫使儿女做人的奴婢 我们有些女儿已被抢走了 我们却无能为力 因为 我们的田地和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我听见他们的呼号和这些话就非常愤怒 我心里做了决定 就斥责贵族和官长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借钱给弟兄 竟然索取利息 于是我召开大会攻击他们 我对他们说 我们以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 就是卖到列国的犹太人 你们还要卖弟兄 让我们去买回来吗 他们就静默不语 无话可答 我又说 你们做的这事不对 你们行事不是应该敬畏我们的神 免得列国我们的仇敌毁谤我们吗 我和我的弟兄 仆人 也要把银钱粮食借给百姓 大家都当免除利息 就在今日 你们要把他们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房屋 以及向他们索取银钱的利息 粮食 新酒和新油都归还他们 贵族和官长说 我们必归还 不再向他们索取 必照你所说的去做 我就召了祭司来 叫贵族和官长启示 必照这话去做 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袋说 凡不实行这话的 愿神照样抖他离开他的家 和他劳碌得来的 直到抖空了 全会众都说阿们 又赞美耶和华 百姓就照着这话去做 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省长的那日 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直到三十二年 共十二年之久 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在我以前的省长 加重百姓的负担 向百姓索取粮食和酒 以及四时设科了银子 甚至他们的仆人也挟制百姓 但我应敬畏神不这样做 我也努力修造城墙 我们并没有购置田地 我所有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除了从四维列国来的人以外 有犹太人和官长一百五十人 与我同习 每日预备一头公牛 六只肥羊 又为我预备飞禽 每十日一次 多多预备各样的酒 虽然如此 我并不索取省长的俸禄 因为这百姓付的劳役很重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 我为这百姓所做的一切 施恩于我 你纪念